而为了庆祝8月1号原住民族日 花莲施工所从31号开始一连两天 特别举办了部落一起原住民日系列庆祝的活动 而第一天是在中山公园开启了在地市集以及音乐的饗宴 8月1号会在花莲施工所有足与闯关送好礼 以及各部落文化历史导览的活动 欢迎花莲的乡亲能够热情的来参与 31号下午花莲施工所在中山公园 办理了马不弄旗大部落一起原住民族日系列庆祝活动 市长魏家贤也在主任秘书欧美华原型客长江敬贤的陪同下出席 并与各部落头目们一起联合祭祀祈福仪式 为活动揭开序幕 12个部落及泰鲁阁族协会分别登场 展现专属各部落的歌舞 现场也有原创式集摊位餐店以及手作活动体验 虽然天空下着倾盆大雨 但还是吸引民众到场参观体验 我从来没有玩过 我觉得族人真的好棒喔 那我们今天也特别在原住民日 非常重要的一个活动里面 来表扬我们过去在部落 非常辛苦付出的 我们13位的部落事务组长 跟12位头目 那我们希望 借由这样子的部分 让更多的族人们了解到 部落事务组长跟头目们 平常在做什么事情 那对部落的贡献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非常多位从中央到地方的民意代表 都一同参与 那我们更希望大家知道 原住民日的由来 那也希望这块土地上 每一个族群都能够共存共荣 期许我们未来 有更多的一个族群融合之外 还有更多族群能够传承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期盼未来我们在这块土地上 每一个人都能够和谐生活 另外8月1号上午8点至下午4点 在花莲市公所也将会有 族羽老师语洽工民众 进行语言绘画区位教学小游戏 只要在完成后 就能获得原住民手工艺小礼物 而在公所一楼的市民一郎 也将会展出 花莲市各部落文化历史导览刊版 透过族羽老师的介绍 让花莲乡亲认识在地部落文化 欢迎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一同到场共享盛举 记者徐立芹华联市报导